白宫方面日前正在考虑公开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 而这份备忘录中指控了FBI和司法部滥用监控权 备忘录包含四言内容 主要是在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尼斯的指导下 由共和党工作人员撰写 对此民主党方面称 备忘录专门挑选了不利于通俄门调查的信息 委员会于本周一由共和党成员投票决定公布备忘录 并提交白宫审议 但昨天国会民主党众议员亚当·西福致信努尼斯 要求撤回向白宫提交的文件 原因是备忘录在周一投票完毕后遭到了共和党人的修改 且并未告知民主党人 西福要求委员会必须再次投票表决是否公开改动后的备忘录 同时FBI也发表声明称对备忘录一事表示严正关切 更指出他们直到情报委员会投票公开前一晚 才获得非常有限的时间来审议这份备忘录 而文件的公开可能会给FBI和司法部招来批评 不过共和党方面表示 这只是FBI及民主党人阻止备忘录公开的借口而已 他们对备忘录的改动非常轻微 包括修正语法错误等等 有消息称白宫可能已经决定要公开这份备忘录 本周二川普在国庆自问演讲后 与共和党众议员邓肯的对话透露了这一信息 川普要在星期六之前决定是否阻止公布备忘录 拜拜 对Paul